7月15日,北京朝阳区政府官方微博通报了豆哥庄地区部分小区居民感染诺乳病毒的情况 当天下午,中心社记者来到受到感染的万科青青家园小区,听居民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做的是检查,人家就说是吃了脏东西了 周六一整天,水也喝不进,药也吃不进,饭就一口没吃了 然后等到周日好一点以后就喝了一点粥 下午的时候就微微的感觉见好,但是还是嘶嘶嘶嘶嘶那种疼 有居民称,小区部分住户自发统计出200余户出现腹泻或呕吐等症状 但朝阳区政府目前尚未发布官方数字 记者联系了朝阳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介绍,怒入病毒危险性并不大 但传染性很强,故而造成了大面积影响 也不是很严重的,基本就是胃肠感冒,可能两三天就会好 也不会有病化症,也不会严重,或者说有后遗症 也不会造成住院和死亡,但是就是传染性比较强 有可能有饮水的问题,有可能食物的问题 包括一些人传人的环境当中会有这种病毒 对于怒入病毒出现的原因,工作人员表示 怀疑自来水存在问题 我们是高度怀疑水的,高度怀疑水 然后现在真的是建议居民们千万不要再饮用生水 包括家里面的自来水 包括家里面的有些饮水机里面的这些水 即使是加热的也不建议喝 不过,据豆哥庄乡政府回应 截至记者发稿,他们尚未收到检测结果 无法确定病毒源头为自来水 对于此次事件,小区居民也表达了自己的诉求 他们说,小区水质一直较硬,且时常停水 无论病毒源头在哪,他们都希望借由这次事件解决居民用水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栩栩栩栩栩丝